各位觀眾大家好 又是我Halloween 許柱的資質歷練4 我終於可以在無限輪迴的失敗中解脫 真的要感謝上天 我在失敗中吸取教訓 不斷重複看回報 努力找尋當中失敗的原因 過程相當艱辛 果然沒有辜負我父母 含身如虎的臭大我 終於被我過了 在當中被我領略到要成功通關 一定要達到某些條件 大家在看我失敗的過程中 我先介紹一下我的各種配置 成功當然要看 但失敗這件事我們都要記在心裡 作為日後的借鑑 科技等級兵種等等 可以看上集《名將十流比篇》當中 詳細介紹過 今次我會補充之前未介紹過 補充兵器方面 4種兵器我都升到最高級別 還未升的朋友要繼續努力 因為這是必須的 陣法方面我升了行厄陣 這個是目前最流行的陣法 相信保持著每周打軍團戰的朋友 大家都可以升到這個級別 武將任命方面我會這樣擺 大家可以照著我圖上的這樣擺 好了我們現在來講解一下 如何過許柱的G1力練4 要過這關一定要把許柱放上場 因為這場仗都是為他而打 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他而起 通關要求許柱要承受100萬傷害 所以寶物方面我會選用3略 去增加他的防衛力和攻擊力 加上自己的護盾 令許柱有足夠的暫長時間 去承受100萬傷害 如果大家有5月春秋的話 那就最好不過了 可惜我是寶貨玩家 所以這個這麼好的寶物我就拿不到 馬他會用統率馬 都是加他的防衛力 趙雲會用傷害雜病率 提升他的爆擊率和持續力會血 提升生存率 馬會用橙馬 馬超只要是增加傷害輸出的武器就可以了 同樣都是用橙馬 張角會用莊子令敵人混淵4秒 騎紫星馬 雕蟬會用獵女轉 都是騎紫星馬 計策會用上粉母揚威加防衛力 火牛是必備的了 沒有他二次選 軍械方面我覺得盾車會比戰鼓好 因為戰鼓提升傷害會加快推倒對方 因為戰鼓提升傷害會加快推倒對方 許柱是必備的 因為戰鼓提升傷害又不夠 所以盾車會比較好 開始第一場 要盡快將技能放出來 因為敵人用上了五月春秋 會封鎖我們的怒氣和技能 計策我們會保留在第三場才用 保持血量到最後一場是重要因素 記住4種酒都要喝 不喝到斷片 我們是過不了這一關的 第二場要小心對面後排的中間武將 因為它的保物是裝置 如果技能擊中馬超和趙雲 我們的血量會大大減少 所以要盡量用章角去克制它 如果馬超和趙雲中了內空 那就要重新離過 來到最緊張的一場 分析一下排位 左邊我們會放許柱去對位這個章盒 因為章盒用了施經 所以對位的許柱就不可以用傷害雜病輪去補血 敵方右下角的章鳥用了孟子 不過不要緊 我們的馬超有足夠的輸出力 將它快速消滅 這場仗最棘手的就是司馬爾 因為它的技能可以去除我們全體的真力 加上用個裝置 如果是加4 絕對會令我們全體混軟4秒 所以不一定要令它中火牛陣 以及在出技能的時候用裝置打斷它 如果它不中火牛陣的話 基本上就可以重新開始了 當司馬爾的技能打在自己人身上 整個局面就會扭轉了 就算今場的主角許柱陣望座也不要緊 只要他承受到足夠的傷害 我們都可以勝利 好 終於成功通關了 立即卡卡住個圖 記錄一下這個重要的時刻 我們先進行 終於開啟了第五關 不過這一關不是我們平民可以過到的 都是交給課長去處理 如果這段影片可以幫助到你過這個許柱陣連4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我啊